先给大家讲一下有色金属的第六个品种 咱们这个铅相关情况 前几期讲了铜铅烈锡铝 讲了前五个 这个是第六个 也是有色金属的最后一个气候品种 咱们也是通过这五块来讲 一个是它的介绍和相关的应用情况 第二个是全球锡的产量和消费 第三个是国内的产销情况 第四个是相对应的气候合约的情况 第五个加个影响因素 汇总来讲的 第一个先来看一下它的基础和应用方面 咱们基础方面的话 它的对应的代码是PB 然后对应的化学性能原子系数等方面就不细讲 它对应的物理性能有哪些 它是在空气中容易形成一层氧化铅 氧化铅之后 它能防止进一步氧化 它具体的性能是抗腐蚀性比较高 然后质地比较柔软 那具体应用方面是哪些 咱们来看一下 主要集中在这些 铅酸的蓄电池 还有电缆的保护套 还有铅箔纸和挤压产品 包括一些先加入其他有色金属制成的合金产品 还有对应的作为颜料小部分 那么因为什么性能呢 它有一个其他的有色金属相对来说 更有优势的地方 就是它几乎可以完全回收 也就是说你只要是 物理和化学性能没有受到损失的时候 没有改变的时候 它是可以直接进行回收的 那么通过全国全球 各个回收的这种量来看的话 它对应的产量90% 都是可以得到回收再利用的 所以说它的这个 供应方面 包括储量方面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第二点来看一下 它全球的产销数据情况 产量的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它资源潜力比较大 再生率比较高 对吧 90%的再生率 所以说它对应的储量方面 包括咱们全球的消费情况 是不用太担心 这个资源短期快速枯竭 那么主要的储量在这几个国家 澳大利亚中国俄罗斯和北美 是主要的储能地方 那么对应的量是怎么样呢 咱们中国是最大的金链签的供应国 咱们在18年的数据的话 占全球42%左右 也就是说 基本上很多的油色金属 在全球的产量来看 和供应来看 包括消费 基本上都是一半左右 那么其他几个国家 就是美国 韩国 印度和墨西哥 这个是具体对应的量级 你看咱们18年的数据 咱们产量的话是500万吨以上 然后美国是100多 其他国家就是100以内 这个是它整体的情况 那么全球是1000多万吨 咱们中国的话 基本上占了一半的产量情况 所以说它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像其他国家的话 比如说美国 它如果说对应的 有关税的方面的一个改变的话 它对签的短期的价格影响 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好吗 那么全球的消费怎么样呢 消费的话 咱们刚才已经其实提到了 就是中国是最大的金链签的消费国 在42.8% 要注意一下 就是咱们产量的话是42.2 然后对应的消费 占全球的42.83 也就是说基本上 你的生产消费是持平的一个状态 看到没有 基本上没有进出口的一个情况 或者说有进口也有出口 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 那么第二三四五的国家 就是美国 韩国 印度和德国 这几个国家 它是排名第二到第五的消费国家 咱们加上中国在一起 总共的消费占全球总份额的70%左右了 然后这个是它主要的消费国对应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这些国家有对应的关税避垒 或者说经济出现大的动荡的时候 它对应的消费可能会有影响 对会反映到对应的价格方面 这个是它消费的影响因素 第三个讲一下它的国内的签市场的情况 国内产量怎么样 国内产量占全球12%左右 对吧 这个是它对应的产量数据 然后各个省份是怎么样的 咱们金链签的生产基地 主要是这几个省份 安徽 河南 湖南 这三个省份 这三个省份占比超过60% 包括其他的一些小的省份也会有 但是会少一些 你看它的占比是10%以内的 也就是说主要的 签的生产成分是河南 湖南和安徽 它对应的产量占比 站在这里 如果说这些对应的省份产量 如果有巨大的变化 不可控的因素的话 对供应是有很大的影响因素的 这个我们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好吗 那么消费结构怎么样的 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你通过最近几年来看的话 以区域来看 华东华中和华南 是国内最大的签的消费地区 那么主要用在咱们的 签酸蓄电池 包括签合金还有氧化签这些领域 其中签酸蓄电池的需求占到了80% 也就是说签这个品种 主要是用在咱们的蓄电池方面 这个是它主要的下游需求的方面 那么蓄电池它又分几种 分咱们的动力型 启动型 固定型和储能型的 你比如说动力型 主要是用在咱们的电动自行车上面 还有启动型 咱们是用在汽车上面的固定型的固定型的话 主要是用于通信基站 你比如说咱们新建的5G基站 对吧 这个就是固定型的 会运用到签有色金属的原材料 这个是它的一个整体情况 你看这个消费结构 这个90%左右 都是用作电池了 其他的话 一些合金氧化签占比会多一点 这个是它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主要如果说电池 包括最近在快速发展的新能源汽车等方面 对它的需求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下面这张图是对应的近几年的产量的数据和消费情况 14年到18年 18年的话咱们消费量是500多万吨 然后世界占比的42.83% 也就是说全球消费来看的话 基本上40%都是咱们国内消化了 这个是它有色金属的相关的消费情况 那么第四个讲一下它对应的期货合约 期货合约的话 我们这里讲一下 他们的交易品种签 然后交易单位是5吨没手 这里注意一下 不是10也不是1 因为有色金属的话 它不同产品 它的价格性能不一样 你比如说咱们稀期货 它一吨的价格要30多万块钱 才能买一吨这个稀 所以说它的交易单位是一吨没手 然后价格是10元跳动一下 但是咱们签不一样 要详细注意一下 它最小变动价位是5吨没手 然后最小跳动价位是5元每吨 什么意思 你价格波动一个点 咱们对应的盈亏是25块钱一手 咱们要注意一下 然后你在下单的时候 对应进行的委托的时候 你的倍数一定要是5的倍数 也就是说你在下单的时候 你的尾数要么是5 要么是0 你要注意一下 你不要下尾数其他的数字 来进行下单 下单的话肯定是废单的 因为它最小变动的是5块钱动一下 你不下5的倍数怎么可能成交 对吧 那么合约月份是每个月都有 交易时间的话 白天是这个时间跟其他商品清货都一样 中间休息15分钟不细讲 然后晚上是9点钟开盘 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钟 这个是它的交易时间非常特殊 有色金属都是到凌晨的1点钟 要注意一下 然后黄金白银包括原油 这三个品种是晚上9点开盘 到第二天凌晨2点半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它不一样 除了有色金属黄金白银原油 这几类品种之外 其他的有夜盘的品种 都是晚上11点就收盘了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它是不一样的 代码PB 然后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的品种 然后保证金这一块的话 咱们对应的软件都能直接显示 这一手需要多少钱 都有 这个就不给大家详细讲了 好吗 这个是它对应的期货合约的情况 着重要注意它的交易单位 你在下单的时候对应的价格 还有它的交易时间 要一定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第五个的有色金属的价格影响因素 这里的话是把六个有色金属的 价格影响因素全部都汇在一起讲 就是这六个有色金属的 所有的价格影响因素的 这一节的视频内容 都是一样的 都是直接接在后面的 好吧 那咱们主要来看一下这几类 这个是咱们这一期讲的铜 对吧 还有铝鑫 铅 还有锡 这几个品种是咱们上期所上市的 六个有色金属的 这个气货品种 像铜的话 主要用途是在家电和建筑 刚才咱们已经讲过了 你家电作为铜鑫 等方面 那么它的价格影响因素 有供需关系 宏观经济 汇率波动 进出口关税和生产成本 那么供需关系和宏观经济 这个都很好理解 对吧 还有汇率波动 为什么会有影响呢 因为你涉及到这个进出口的问题 对吧 包括关税和汇率 这两块基本上是 都是涉及到进出口汇率问题 还有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问题的话 你短期来讲的话 一般不会受到大的波动的影响 因为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可能你从10年20年来看 有一个这种大体成本增长的趋势在这里 所以说你从整体的情况来看 包括整个有色金属的价格影响因素来看 它相对来说 受宏观经济影响会更大一点 从短期来进行看的话 受短期的这种非常小的临时的一些数据 或者说临时的一些生产的突发状况 比如说对应的主产国 它的罢工产生的影响相对来说更小一些 也就是说你做有色金属的话 一般个人是很少做有色金属的 除非你是做这种中场线 或者是相关产业链的人 你就知道它的未来的价格趋势方面 所以说一般做的是 起码是三到五个交易日 做一个周期的情况 或者说你做技术分析 因为它点位比较大 价格的波动频率也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你做技术分析 像这些方面的话 关注的就少一些 也就是说从有色金属 不管是铜、铝、银、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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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品种它对应的主要的用途方面都可以看一下 刚才讲完了铜的 那么铝是怎么样的 铝的话主要是用于家电包装运输和建筑 咱们的铝合金门窗生活中 非常容易接触到的应用领域方面 价格影响因素是这些 那么铅是怎么样的 铅的话主要应用于五金和医药 五金生产的话 一般咱们铅是作为添加剂 然后对应的医药医疗器械等方面 会运用到新这个品种 第四个铅 铅这个品种的话 咱们最常听到的电池里边 电池里边的话 就是有铅 包括咱们最近的新能源的 对应的电池情况 咱们以前是怎么样的 以前的话 就是咱们的干电池 包括铅和铅 咱们对应的磷酸铁锂电池 这个新能源用的电池方面 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添加剂 并且价格包括各方面的开场成本 都有一个增长的趋势在这里 好吗 这个是这个情况 那么最后一个锡 锡的话 主要是用于焊料化工和马口铁 咱们怎么讲 就是你平时有时候去修一些东西 比如说修家电 修一些手机或者说怎么样 你会看到一些师傅 拿着一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 会拿一个这种 类似于像一个电棒的东西 会粘一下它那个石头 然后再去连接你对应的芯片的那些地方 这个就是它作为锡的材料 作为焊料来进行使用的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应用领域方面 好吗 这个是详细的给大家讲了 所有的六个油色金属吸货品种 所有的这个价格影响因素 因为它整体的话 受整体的大的方面会影响更宽泛一点 好吗 就是受政策宏观 汇率 进出口 税率 成本 这方面影响大一点 所以说短期的一些数据的话 相对来说影响会更小一些 所以把所有的油色金属结合在一起来讲 好吗 那这么六个油色金属品种 除了前面的一些基本情况 包括国际国内的供应 生产消费不一样 后面的咱们都是一样的 好吧 那么这一期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咱们主要是把六个油色金属 全部给大家理一遍 下一期给大家接着讲其他的品种 那边的咱们下纱 咱们下纱 即可 动转